你好 请出入证件 你是新来的吧 对 我的张主 你有证件吗 你都往里边进来 领导进公司 什么时候需要证件呢 不关事实 进入公司都要不能出入 你这保安挺牛啊 是谁给你权利 敢这么跟我说话 没有谁给我权利 这是公司的规定 也是我的指责 俗话说得好 没有 没有规矩不成方案 你这保安还挺有无法 那我要是非净不可呢 对不起 你没有证件 我是不会让你净 你不认识我 不认识 我是公司李总 你们领导都要看我脸色办事 主官是谁 就是公司张来了 没有证件要不认识 你这保安挺嚣张啊 好 我看你有多大能耐 我说你们人是怎么造人的 一点都不懂规矩 对不起 李总 他今天第一天上班 还有很多公司状况不太清楚 回头 我一定好好说说他 这是我们公司的李总 对不起 李总 道歉 我又没有反途为啥要道歉 差整件本来就是我的指 难道这也叫反途 我说你真是这么一根筋啊 公司领导进出公司还需要证件吗 公司领导他应该起到大头左右 那如果人没有证件都可以自由出书的话 公司出了事谁不做 你甭跟他废话 打电话叫他们领导下来 李总 你有时间打电话让领导过来 你还不如打电话让你的人把证件给你送过来 作为公司的领导 没必要为难安保安人员 如果让你为了面子来给我较真的话 就算你赢了面子 你也失去了你做领导的评论 你个宝儿怎么说话的呢 公司制度都是领导定制的 要么你别强了抢着 你要么够拼命忍着 这不是现实 你懂吗 我懂 那如果公司领导他自己定位纪律 自己都不准备的话 这么样说服下来的人 就算他们追上过来 写里面也不会负 我说了也许实话 请你们理解 他说的对 刚刚是我态度不好 我现在就打电话 让他们把证件送过来 谢谢李总配合